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频道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接着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个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这件事情 我在连续这两天吧 每一天我都做了关于人大代表这件事 在我第一期里面呢 我就说中国的法律呢 是给予人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投票 也都可以来竞选 我在第一次视频里面呢 我就建议如果是有人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你就到你这个选区 你说我今年呢 我要竞选这个人大代表 你看行不行 我想一定是行的 我那个视频做出来以后呢 就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链接 说你来看看这个视频吧 然后我看那个视频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 我已经综合叙述了一下 那个视频是怎么回事 那个视频呢 就是BBC的一位记者 他去采访在北京郊区的 有一位独立候选人 他呢去参选 然后去参选呢受到了打压 然后呢就被似乎是软禁在家里面 反正是他们家周围呢 都有人跟那守候 这个记者呢在他们家那一出现 一接近他们家那个门呢 就呼啦一下就来了一些人 就进行阻拦 然后这个记者呢就去敲门 当那个女的来开门的 她叫刘慧珍 她来开门呢 刚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被那些人呢 就把门给关上了 之后呢刘慧珍又去开窗户 跟外面那个老外那个记者对话 刚说了两句话 然后呢他们又拿一个板子给挡上了 然后呢这些人 就是手挽手这样 逼迫那个记者不得不离开他们家 就是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我就在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呢 我就叙述了一下这件事情 我确实是没有给大家贴出来那个视频 我为什么没有贴出来那个视频呢 是因为在YouTube里面呀 经常会有侵权 如果你在那视频里面贴别人的视频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如果超过两秒钟 就视为侵权 而这件事情呢 我要是想把它来给大家展示清楚的话 一定会超过两秒钟 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叙述一下 那我告诉你了 这整个的这个情况 对吧 我已经把那个视频叙述了 刚才我又叙述了一遍 你应该挺清楚的 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内容 但是有的人啊就说 老外的媒体 你说什么你都信 我刚才叙述的 就是在那视频里面就发生的事 你说哪一部分不可信 哪一部分不可信 这个老外就来接近这个Building 就来接近他们家 这个房屋 对吧 这块不可信吗 然后他一出现 呼啦一下就出来好几个人 他们看起来不是警察 但是其中的有一个人呢 还递了一个警棍 那个镜头就给了那个 那个是个警棍 我认识什么是警棍 那是一个警棍 对吧 我当时说呢 他们这些人呢 看起来好像是些农民 看起来是农民 你说这个 有什么好不可信的 对吧 就是他往那一走 呼啦一下就出来好些人 都是些男的 这有什么不可信的 然后他就敲门 那女的刘慧珍 他就打开了那个门 刚说了一句话 然后邦击一下 然后就把门给关上了 这时候我亲眼见的 这有什么好不可信的 然后后来呢 他又打开窗户 刚说了两句话 拿一个那个泡沫板 又给挡上了 你说这有什么不可信的 对吧 还别人说什么 我信什么 我信啥了 这都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有什么不可信的呀 有的人说呢 那是导演的 有什么好导演的 这个有什么好导演的 那个老外是演的呀 对吧 就是那个视频呢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从昨天到今天 我做了一些调查 我对这个人大代表 选举的这件事情呢 进一步做了一些调查 有的网友呢 就好像说 你想的太天真了 在中国 怎么可能你去竞选 对吧 有的人甚至说呢 你连选举权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有选举权 我不知道这些人 这些话呢 是从何而来 你要说你不认为 你去竞选可以 对吧 我还能理解一点 你说你去投票 他们不让 我就不知道 这是从哪来的了 对吧 你在中国的时候呢 你所在的那个街道 你所在的那个居委会 对吧 在城市里面都有居委会 那居委会到了选季的时候 居委会就在他们那个 居委会门口都得贴出来 那个让他们去登记啊 什么的 有一些手续 对吧 你要去办的话 他会拦着你 不让你办吗 为什么呢 他们应该会给你一个理由啊 对吧 一定有选民 对吧 那你跟那些个登了季的那些 去投票的选民 你有什么不同吗 对吧 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去投票啊 有的人说 你在中国 你是一位法官 大小你也是一个官 你当然去 可以去参加那个选举了 怎么会呢 跟那排队投票的 有好多普通老百姓啊 有很多普通老百姓 你以为我们家人 全都是法官呀 我们家普通老百姓 有的是啊 对吧 每个人也都参加过选举啊 有什么呀 你想去参加 你就去参加呀 然后我查了一下哈 关于这个独立候选人 什么叫独立候选人呢 独立候选人呢 就不是官方给你提的名 你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一般来说呢 那个候选人都怎么提的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选区哈 好像我们这个选区呢 投票的时候也不止一个 也不止一个我也不知道几个哈 在国内的时候 我不是很关心这些事情 我对我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 我全都一概都不重视 我在加拿大也不大重视这个 因为我没有什么一个偏向性 你选这个和不选那个 因为我没有偏向性 你说我去了以后有什么用啊 对吧 然后呢 就是那时候呢 有几个候选人 我还真不知道 要选几个我也不知道 都忘记了 好像去选举就参加我一次 长那么大 从成年到我离开中国 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参加了一次 有一次呢 就是那个我们法院 法院有一个人是候选人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院长 我们的正院长 是那个候选人 然后呢 我这两天跟我老公也讨论一下 我老公在国内的时候呢 参加了几次那个选举 就是投票啊 他没有当过那个候选人 他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那会儿 他们单位呢 也是 每一次呢 就有一个候选人 基本上就是单位指定的 有的时候呢 是一个劳模 有的时候呢 是他们的那个领导 没有独立的 独立的候选人呢 就是除了这种指定的 以外独立的候选人 有的啊 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允许的 独立的候选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以前大家好像没有这些意识 你想我们这个法院的法官 就这种民主意识都很差 然后呢 大家都没有民主意识 我查了一下资料 从90年开始 有这个独立候选人 但是呢 这些独立的候选人呢 是寥寥无几的 很少 一般的人都不去管那些事儿 你想我是一个法官 对吧 按说是 法官应该是 这种政治意识很强 其实没有 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法官呢 那就是我们一份工作 跟你们做别的工作 是一样的 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政治性不是很强 这些个独立候选人呢 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那些个应该会比较较真儿吧 应该比较较真儿的那些人 比较认真儿 较真儿这个词呢 有一点贬义 我不想给他们贬义 我很敬佩他们那些人 他们呢 就是能够站出来 能够站出来说话 而且呢 他们不会去畏惧那些 会给他带来了 一些个负面的影响 甚至于人身的威胁 他们不怕 我很佩服他们 现在我在海外呢 海外的这些海外民运啊 还有是其他的那些人呢 或者在国内 仍然在抗争的那些人 我都非常的佩服 非常佩服 应该向他们致以敬意 好 是这些人 他们呢 会来挑战权威 挑战权力 挑战这个政府 他们去独立竞选 像那个我上回说的 刘慧珍那个女士 她45岁当时 像陈光诚 虽然她是一个盲人 但是呢 她很勇敢的去抗争 这些人都让人非常的敬佩 然后呢 我现在就想跟大家说一说 就独立候选人 来竞选人大代表的这件事情呢 长期以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长久以来呢 中国的这个人大代表选举啊 都被视为一个走过场 当选的人呢 始终都是当局的一些内部的人 但是在1998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姚立法的 以自建参选人的身份 成功的当选为湖北省的人大代表 另外呢 在2003年的时候呢 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 有的 有人去参选 有人还获得成功 这个2003年的成功案例呢 其中一个我查了一个哈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 他叫许志勇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许志勇 许志勇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经常翻墙出来看郭文贵的话 你一定知道一个人物 他叫腾彪 腾彪啊 就是被郭文贵说成是什么乱伦标的那个腾彪 被郭文贵诉到法院 诉状一改再改的 没有钱来请律师 只有自己来一改再改这个法律文书 反诉状的那位腾彪 有的人呢 说你在国内是那么多年的一个律师 你连一个诉状你都写不好 请大家给予理解 虽然在国内腾彪 他是这个北大博士生 北大博士生啊 他在中国呢 担任律师也好多年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中国那个环境当中 是不用英语的 是不用英语的 语言这东西啊 你就用尽废退 如果你一直用 你会好 如果你不用 你学的时候 你学的再好 很快就能忘光 你像我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 我英语学的都非常的好 但是呢 毕业之后 到我出国之前 基本上就忘光了 因为从来都不用 但是呢 因为以前的基础还不错 那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很快就把英语捡起来 然后在老外的公司工作 然后英语呢 也突飞猛进的提高 恢复或者是提高 然后呢 我考雅思考的非常好 能考到八分 就是不像那种培训班 然后就能考到八分 这是我的情况 那滕彪呢 他在中国 对吧 他博士毕业 不知道他以前的英语学的怎么样 他一定是在出国之前 英语都不用了 那么多年不用 他的英语有可能就废掉了 那他出国以后 我估计 看样子 他好像并不在 这个老外的公司工作 如果你不在那个 老外的公司工作的话 那你的英语呢 你也很难提高 然后呢 他又没有去法学院再学习 对法律文书的写作呢 也不熟悉 所以说 他写的那个反诉状 一而再 再而三不合格 也非常非常的正常 非常非常的 可理解 所以呢 人们不要对他去 太过的苛求 他当年 他是北大的博士 在中国的时候 是著名的律师 是一个非常的 追求 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他和这个许志勇 还有另外的一个 还有另外的一个人 叫于江 他们三个人 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 被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法治节目 就是那个夏贝宁 主持的那个法治节目 被那个法治节目 评为2003年度 十大法治人物 十大法治人物里面 就包括他 包括许志勇 还包括那个于江 其中 这个许志勇 在2003年的时候 他当时呢 是邮电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他当时呢 就想来这个挑战一下 人民代表的选举体系 然后他就想 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 来挑战一下这个体系 当时他就提出来 他想做独立候选人 然后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 然后去完成了那些个步骤 结果到最后 你看他这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是2003年啊 从11月26日到12月5日 北京邮电大学选区 从285个初步的候选人当中 选出来四位正式的候选人 这一个阶段呢 又可以分为两部分 从11月26日到30日 选举办 把285名初步候选人 全部发到选民手中 每一个选民都可以 从中选出不超过三个候选人 就是他们有285个人 来这个竞选 他们来竞选 他们也发了一些个传单啊 什么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 把这些285个人呢 全部都发放到 那个选民的手里面 你从285个人里面 只能选三个 根据得票的多少 确定六名候选人 从12月1日到5日 把这六名候选人 再发到各选民小组 由选民小组协商 基本上按照上一轮得票多少 最后确定四个正式的候选人 11月3日 北游选区第一轮酝酿结果出来以后 一共推出六个初步的候选人 我得票第三 就是许志勇啊 他得票第三 然后呢 他就成为了 不是四个候选人吗 他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 然后我现在告诉你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有效的票呢 一共是12609票 然后这个许志勇呢 他得到了10106票 他就当选了呀 当选了以后呢 他在网上发了一个感谢信 所以就是说 中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 你可以去投票 你也可以去竞选 但是 这个许志勇呢 到最后 他和滕彪一样 都受到了中共的打压 受到了中共的牢狱之灾 都有被抓起来的经历 不是因为他去竞选人大代表 而是因为呢 他们维权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中国这个政体 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 从各个方面 我虽然在说 中国这个人大代表 你可以去呀 你可以那个 主张你的法律 赋予你的权利呀 如果他剥夺你 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 来跟他抗争啊 虽然我是这么说 但是我并没有一个意思说 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法治很完善 我不这么认为 正好相反 我认为中国的法治 离完善还差很远 很远很远 他们甚至在制定法律的那些人 他们对法律呢 都不了解 他们不明白 这个法律 什么样的法律 是一个好法律 有的人可能会说 就你还没明白 你那么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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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不是的 人的认知会有限的 那些个人大呀 在那制定法律的那些人呢 他未见得比我见到的 接触到了国外的法律更多 或者说他一定没有我接触的国外的法律多 也一定没有我对国外的法律的认识更深一些 一定没有的 所以说呢 中国那个法律呢 离健全还差很远 而且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刚才说的是制度的制 那个法治 制度的制不完善 远远不完善 然后中国呢 也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是治理的制 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 衡量一个社会 是人治社会 还是法治社会 就看他 遇到事情了以后 是问法律 还是问人 如果你在西方国家的话 你会经常 如果大家 有疑问了 这件事怎么办 我有权利还是没权利 我的权利是什么 看什么 是去问 那个法院院长吗 是去问川普吗 No 不是的 是找法律 找法条 找法条 在中国是什么 当你说这件事情不会了 对吧 你到政府部门去办事 然后呢 接待你的人员 说 这个事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是说 牛脸把法律找出来 查一查 法律是怎么说的 而是去问 他的上司 怎么说 怎么办 包括在法院 那些法律呢 可操作性啊 很差 法官有时候 判案子呢 也不知所措 就得问院长 问上司 问厅长 问院长 大家来研究 这就叫人质 在中国 他也叫民主 我这两天我就在说 一个什么形式的民主 中国从理论上 他们也叫民主 如果说 人人都可以去竞选 人大代表 对不对 然后人大代表呢 都是这么选出来的 大家去了以后呢 不去当那马屁鲸 去了呢 就当那个主持权力 和参政议证的 这就是一个民主呀 投票 民主 说白了 就是投票 然后呢 少数 服从多数 这就叫民主 如果你们家 用兄弟姐妹三人 再加上你的父母 什么都是听你爹的 这不叫民主 如果你们家 兄弟姐妹三人 再加上你父母 一共五个人 遇到事情 你们家就举手 如果是三票 对吧 那三票就通过 对吧 三票以上就通过 这就叫民主 没有那么神秘 这就叫民主 因为大家都follow 同一个规则 对吧 没有考虑谁的特权 所以他是公平的 他是公平的 但是有时候呢 他也会不公平 为什么 如果说你们家 对吧 兄弟三人 再加你的父母 五个人 你们投票 如果是 这件事情 是有关女性的 因为你们家的女性 只有你妈妈一个人 然后呢 你们哥仨 在家你爸 全是男的 往往呢 你们并不了解女性 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不了解女性 可能在投票的时候呢 就对你妈妈不利 这也有他的局限性 民主也有局限性 这是在家里面 这个政治 大到这么一个国家 民主的局限性 就更加的大 美国的那民主 也不是你们想象的 那么的美好 好 关于这个人大代表 这件事情呢 今天我就先跟您 说到这里 我不知道 我这第三次视频了 能不能取得更多的人的 理解和赞同 我能不能对你 理解这件事情呢 有所帮助 好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